我相信所有的教練都會很頭痛 就是因為我們可能就是其實我們已經 就是想說已經不會打了 所以我們在訓練在過程中 其實沒有太大的很專注在三天級這個部分 就只是按照正常的模式去下去走 沒有特別針對 只有到說要開打的那個一個禮拜多 甚至兩個禮拜的時間才開始下去運作所謂的團隊的東西 不然正常之前都是在練基本的個人的組合 基本的進攻防守的組合 其實這次的聯賽我們目標就是 第一階段就是先能夠搶下全市場 然後再 因為我們要修正的東西太多 然後加上我們的人真的很少 能用的可用之兵很少 對 所以我回去就是回去 又還有三個禮拜 大概三個禮拜的時間 就可能回去再去調整一下我們的主力的體能 然後再加強一下防守的觀念 對 然後進攻進攻的方式就是再去做調整 對 然後進攻進攻的方式就是再去做調整 應該蠻多的啦 因為就是我們的體能的問題 再來我們防守的問題 對 就是可能到累的時候的狀況下 你該怎麼樣去做好 比較輕鬆的防守 但是又有效的防守 這是很重 這是很 這是比我們要克服的東西 再來進攻我們比較太流於單打 對 所以我就是變成是我們回去要再去做修正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啦 我覺得說實在就是看一樣 因為還有一段時間嘛 三個禮拜 因為這三個禮拜又很難講 所以我覺得大家球是圓的 大家其實你說誰一定會贏 可能應該不會 大家那麼有信心 就是這三個禮拜看誰調整的最好 誰就有機會 對 我們也是一樣 既然都打進來 我們就目標就是先搶進全國市場 對 然後再一步一步 一步就朝我們想 每隊都一樣嘛 都進來就是想要拿冠軍 對 既然都進來了 那我們就目標發 再大膽再假設一點 就是我們就是以冠軍來做為一個目標嘛 但是前提是我們也要先去搶進 搶進全國市場的名額還有辦法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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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